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宣布会向将近300万已经持有及可申请英国国民的海外护照 也就是BNO的港人增加权力 让BNO持有者获得在英国工作和生活五年的权利 并可以在12个月后申请国籍 不过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 如果中国阻止港人赴英 英国可以做的并不多 根据法广的报道 拉布在接受英国独立电台ITV访问的时候表示 最终如果北京阻止持有BNO护照的港人离开香港 那么英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强迫中方的 他指出 这涉及到香港的人权和自由 而中国没有守信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他谈到 在处理事件上必须务实 中国是崛起中的国际社会领袖之一 虽然对其国际生育受损是敏感的 但不足以起到作用 拉布强调 英国可以动用外交影响力 他说 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说服中国不完全执行国家安全法 或者你所说的某些报复措施 他声称 但最终我们得诚实地说 我们没有能力强迫中国让BNO护照持有者来到英国 此外 拉布还透露说 英国正在同其他国家商讨允许港人居留的计划 再问到英国政府预计会有多少港人来到英国的时候 他回答说 要给你一个准确的预计比较困难 但我认为只有一部分符合我们今天在下议院 给出这一新身份的人会选择这样做 他继续指出 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有可能留在香港 其他人则会前往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 英国首相府表示拥有BNO护照的港人可以立即前往英国 具体的政策将会在未来的数周内完成 来应寻求工作的港人则无需为最低移民工资的要求而担心 那此外呢 英国住房社区和地区政府事务部的大臣克拉克也是表态声援港人 他说自由之火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在离开香港的时候曾向他们做出承诺 英国将竭尽全力支持港人 好来看下面一条消息 美中交恶加剧驻华使节回不去中国 种种迹象显示 中美关系近日走向了低谷 那美国有多个部门呢 曾经向商界发出警告 指利用涉及新疆的供应链可能带来生育和法律方面的风险 那另一方面 美国有意让早前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撤走的驻华外交人员重回岗位 但因为病毒检测和隔离检验的安排 未能跟中国达成共识 所以这项计划要延迟了 有关警告是由国务院财政部 商务部及国土安全部发出的 旨在新疆有业务或利用当地劳工的公司 可能会涉及到当地侵犯人权的问题 面临生育经济及法律的风险 美国海关亦在周三指出 扣留一批来自新疆的头发货品 那根据情报显示 这一批货品是由监狱的囚犯制造 涉及强迫劳动是严重的 博社则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措施 制裁涉及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国高层官员 但没有透露制裁的对象以及何时推出这项措施 另外美国有意让早前因为新冠肺炎 而撤走的驻华外交人员重回岗位 但是因为病毒检测和隔离检疫的安排 未能跟中国达成共识 所以计划将要推迟 美国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他直言说跟中国的谈判令人不耐烦 中国年初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美国撤走了大约1300名 驻华外交使节及其家眷 随着疫情趋向平稳 美国计划逐步让外交人员返回到 内地的工作岗位 但是因为病毒检测和隔离检疫安排 跟中国人为打成共识 那路透社引述了美国驻华大使 布兰斯塔德前两天给职员的电邮指出 指定原定下周安排到上海和天津的 两班外交人员的包机进取消 又说在保障人员健康及安全 这个首要目标谈妥之前 旁班无法落实 好来看下面一条消息 赵立坚回骂蓬佩奥四个无知 针对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表示 美国将对港区国安法实施 采取新的反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今天连用了四个无知来进行开骂 其中包括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无知 这一份声明不是对英方的承诺 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 根据中央社引述彭博新闻的报道 赵立坚在回答的时候直指蓬佩奥 对港区国安法无知 对一国两制无知 对中英联合声明无知 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知 在接下来的回应当中 赵立坚围绕着蓬佩奥无知这样一个话题 分四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第一 对美国拿人权说示是颠倒黑白 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特区居民 根据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有关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香港国安法惩治的是极少数 保护的是大多数 法律实施之后 香港社会秩序将更加稳定 营商环境也将更加良好 广大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都将从中受益 第二 对一国两制无知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通过香港国安法是为了更好的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不变形不走样 而并非改变一国两制 第三 对中英联合声明无知 香港回归之后 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所规定的 与英方有关的条款都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联合声明当中 关于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中方的政策宣誓 而不是对英方的承诺更与美方无关 第四 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知 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赵立坚说 中国现在所做的是制定中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在涉港国安立法的问题上 蓬佩奥之流之所以跳得那么高 是因为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而不是破坏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活动 赵立坚说 香港国安法为香港安装了防盗门 必将引领香港发展重回正轨 引领香港重拾东方之珠的美誉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再看下面一条消息 罗冠聪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离港 有消息人士透露 前香港重制常委罗冠聪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夕离开了香港 但目前未知确实原因已经身在何处 香港网媒众新闻今天7月2号 引述了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 报道了这则消息 罗冠聪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 连同前秘书长黄之锋和前成员周庭 宣布退出重制 重制随后也宣布了解散 罗冠聪在昨天透过视像的方式 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 发言批评了香港国安法 并在会上说出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据了解黄之锋及周庭 是因为有案在身 所以不能够离开香港 下面的消息 北京要求推特关闭污蔑中国的账户 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今天表示 如果推特想与虚假信息做斗争 就应当关闭那些污蔑中国的推特账户 那理由是中国才是虚假信息最大的受害者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在简报当中对记者说 许多平台都是对中国做出了虚假 声音的 工作推特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刘亦菲的《花木兰》 美籍华人演员刘亦菲呢 因为曾公开称香港警察 因而呢惹来了港人和海外观众的不满 纷纷发起了杯葛他主演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的行动 而适逢今日又是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的日子 韩国世界市民的宣言等团体 20多名青少年就跑到了位于首尔江南区 一三栋迪士尼的总部发起了示威活动 反对《花木兰》在当地上映 现场众人举起了《Boycott Mulan》这样的纸牌 那又有我们不能够消费暴力 反对上映《花木兰》 子弹穿透不了信念等等的字句 世界市民宣言发言人朴道炯表示说呢 《花木兰》的演员上传了表达支持香港警察的帖子 电影制作组选择了曾经指摘香港市民的演员 而迪士尼之间呢则是间接默认了这样一点 在这种暴力性的沉默当中 应当有人喊出这是不对的 我们将抵制所有国家的暴力 他说同时要求《花木兰》的演员及迪士尼公司 向香港市民进行道歉 并且立刻停止《花木兰》在韩国上映 翻译完毕之后 有关团体向迪士尼递交了抗议书 近期全球反华的情绪高涨 加上失去大部分港人的支持 《花木兰》的开化日期一改再改 并由原来的本月25号改为了8月21号 以避开天能这样一部电影首周的开映的话期 以免票房惨淡收场 好的 感谢收看这个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戴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 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剧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嗯 狗哥出去别放你了 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 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原端共享的方式 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 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 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 您的在家精彩生活了 嗯 还有狗哥 然后呢 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 别迟疑 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案以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 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打竞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